首先我们来读经 请大家翻开耶稣亚记第十一章 耶稣亚记第十一章 旧约圣经两百七十七面 我们上午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这一章经文是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 按照神的交代跟神的旨意 开始公骗迦南权地 把原来住在那里的义主的诚意贡献 十一章是进入最后的阶段 也就是来到了迦南地的北方 所以十一章所描述的是北方的大战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过 我们大家出声大声朗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第一节夏守王约宾听见这事 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 申伦王亚萨王 于北方三地基尼类南边的亚拉巴高原 并西边多尔三冈的诸王 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 以三地的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并黑门三根 米斯八地的西卫人 这些王和他们的重军都出来 人数多如海边的沙 并有许多马匹车辆 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 一同安营 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耶和华对耶稣亚说 你不要因他们惧怕 明日这时 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 全南沙的 你要砍断他们马的提金 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 于是耶稣亚率领一切兵丁 在米伦水边 突然向前攻打他们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 到米斯利佛马因 直到东边米斯八的平原 将他们击杀 没有留下一个 耶稣亚就照 耶和华所吩咐 他的去行 砍断他们马的提金 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 当时耶稣亚转回 夺了下手 用刀击杀下手王 述来下手在这诸国中 是为所的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 城中的人口 将他们进行烧备 凡有气息的 没有留下一个 耶稣亚又用火焚烧下手 阿们 我们上午的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在北方大战当中 耶稣亚率军就攻克了 所领的王国叫做下手 我们下午再继续来读 继续的攻打 上午小弟要用领受安息的恩典 为题目跟弟兄姐妹们 互相来勉励 今天是安息日 就是安息的日子 神造天地 六天完成了天地的创造以后 也造了人来管理这大地 第七天就休息了 他就赐福给这日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 有机会来享受 神所安排给人 休息的日子 那中文 我们把它翻译成安息 翻得非常好 就是平安歇息的意思 这个休息是平安的 而且呢 这个歇息是可以得到力量的 那安息日是七天有一日 其实安息是主的恩典 特别是对我们信主的人 是主的大恩典 安息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也是我们信主的人 跟未信的人当中一个 很大的福分跟很大的区别 我们平常知道安息日 其实我们是进入安息之中 那上午 小弟就根据圣经圣灵的带领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 要做这样的勉励 也是因为逐渐的 我们都不晓得要怎么安息的 不管是在事工上面 是在我们社会的工作上头 我们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常常就跟安息是相反的 但是安息是一个恩典 所谓恩典呢 是本来不是我们的 我们却得到了 这圣经的话 这叫恩典 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努力 得不到的 那却得到了 这叫恩典 或者是我们的努力 可以做到六十分 但是却得到一百分 这叫恩典 安息是主应允给他的子女 来到他身边的人的恩典 所以小弟用领受 两个字 所谓领受就是 我们要去接受他 而且要积极的去领 领就是要上全去 受就是要拿到自己的手上 这叫做领受 所以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 我们得到了 主要给我们这个恩典 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领受他 成为我们真正的恩典 这是小弟早上 要跟弟兄姐妹们勉励的 很巧 昨天晚上 詹直氏做了很美好的见证 他的题目叫做 什么 昨天有来 或者有在线上听 父子的二 昨天还没有听的 应该上去听 刚好他讲前半段 小弟要接着讲后半段 因为父子的二 他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方法 让我们进入 可以领受主要给我们的恩典 感谢主 那我们刚 这个 上个礼拜 我们领恩布道会 主耶稣给 台北教会很大的恩待 我们经过了四年的疫情 第一次在没有疫情威胁的状况下 我们全员来参加这个领恩布道会 这一次领恩布道会 我们领别人数完全恢复我们以前甚至超过 弟兄姐妹们 爱主 我们有747位领别 过去我们领别的人数一直在600多700出头 人数不是一个重点 是我们从领恩布道会 弟兄姐妹们 大家热切的 希望从主这个地方得到 支取力量的心回来的 所以接下来 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就要努力来做了 主一定 可以给我们 更大的事工的发展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上一次 信徒 会议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了 教会已经确定 在11月12号 我们心理祈祷所 要正式成立教会 这次也是台北教会 已经停了 应该超过四十几年 我们已经四十五年 从金美教会以后 蔡长老最近正在整理这些资料 四十几年 我们因为台北教会的交通 比过去方便 但是信律区那边是一个福音的宝地 所以我们要动员 支持这个心理教会 在那一个社区里头 继续的发展 我们求主的领带领我们 昨天晚上 做了很大的手术 他昨天晚上见证说 人应该心脏有三个变膜 他只有两个 从来不晓得 所以很辛苦 用两个变膜 支撑三个变膜该有的力量 也用坏了 用坏了 所以一定要 这个大的手术 是一个相当大的手术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 即使遇到了 我们必须去修复的 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事情 如何在主的里头 有不一样的心灵 有不一样的面对 人都会惧怕 都会忧虑的 但是在主里头 所得到的平静安稳 等候 然后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用倚靠的心 继续的 在主的托付的事工上头 按照主的安排去做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 安息的心去面对 我们世界上的事 其实是我们信主的人 在主的里头 可以得到的恩典 大家更不知道的是 手术很顺利 但是 进入教肤病房以后 一直发现出血 有个地方在出血 不晓得什么地方出血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喜好 为什么 暂时是会见证说 他来教会的时候 国中班的学生 碰到他 问他说 执事你还好吗 因为当天晚上 主治的大夫就决定 要他重回手术室 重新 原来的痕距 重新剥开 再手术一次 把那个出血的地方找到 把他止住了 感谢主 非常的顺利 而那个时候 刚好是我们国中班 灵恩会的时间 传到 接到这个消息 要去看他 为他祷告 所以就临时交代 学生灵恩会的 小弟兄小姐妹们 为这件事情祷告 大家一条心 然后只有一个对象 那个对象不是詹子士 那个对象是我们的父 也借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们 他们也感受到 当人生的路途上头 起起伏伏 我们人要面对 很多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用 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精神 用什么样的原则 然后呢 去信靠主 然后从主那个地方 知取力量 他所可以给我们 不只是当事人 而只是围在他身边的人 所得到的 这种在主里头的 平静安稳 坦然面对 靠主得胜 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就是安息 我们来看圣经 一般的人 或者是现在的我们 我们常常这样 这个以赛亚书30章15节 我们来看一下 以赛亚书30章的15节到16节 这段圣经的背景 是当时的以赛亚书30节 已经面临了北方的大敌 俯视眈眈 几乎要押近来攻打的时候 但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呢 他们本来应该只要做一件事情 他们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他们反而去 依靠他们南方的 本来应该是敌人 只是现在 而是赤要的敌人 去联合赤要的敌人 叫做埃及 要来对抗北方的敌人 所以以赛亚先知就警告 以色列民说 你们这样子做是会很悲惨的 你们这样子做是 没有办法得到你们所想要的 反而是让国家会陷入 这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这个是这一段话 以色列民说30章的一个背景 那以色列民说怎样子 传达神的警告跟神的病令 跟神的期许呢 我们看15节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曾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静置不肯 你们却说 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 又说 我们要骑飞快的身口 所以追赶你们的 也必会快 以赛亚先知传达神给以色列民的信息是说 你们要得救 你们要胜利 不是这种方法的 什么方法 就是16节讲的 我们要有快马 我们要拼我们的力量 只要我们有快马 我们有埃及的协助 我们就会赢 所以以色列民的信息是说 所以你看 你们就是这样 你们有这种想法 你们就会只靠自己 必然奔走 而且你们会说 我们不只要马 我们不只要马 如果有比马更快的 那我就要骑那个比马更快的 因为我们要的是飞快 不是只有快 有马的时候 如果没有赢的话 你们就会说 这个马还是太慢的 有没有更快的 飞快的身口 可以让我去骑了 你们就一直一心的 只想这样子去 获取从人世间得到的力量 用自己的办法去想象说 我可以取得胜利的方法 以色列人先是警告说 即使让你们有更 有飞快的身口 但是从后面赶上来的敌人 会比你还快 你有再好的智慧 你有再好的力气 有再好的资源 但是如果你的基础败坏了 那一个基础 那个核心没有去掌握的话 不管你现在骑的马多快 你获得什么样的神器 或者怎么样的武器 都没有用的 因为少了那一个以后 从后面来的攻击 从后面要毁坏你的 比你还快 你聪明 人家比你更聪明 你快 人家比你更快 所以 以赛亚先祖就提出了说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他说你们要得救 要归回安息 你们要得力 要平静安稳 为什么可以平静安稳 因为只有平静安稳 就是安息的意思 就是平静安稳 你们才可以得救 而这当中说话的人 就是那个天上的父 那个掌握一切 我们相信的神 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 也就是说 人常常执意 是劳碌奔走 靠自己的方法 不管是在婚姻的事情 家庭的事情 教会的圣工 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 我们常常忽略的 就是说我们常常执意的是 我要用我的方法 然后我要去争取 我要去奔走 要不要争取 要不要努力 要 但是他要建立在的 那一个根基要在 那个根基就是得到安息 而这个得到安息 是神的恩典 这就是早上我们从圣经 要得到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信息 就是安息呢 是神所示的恩典 安息 那我们如果 不管是从英文圣经 或者是英文圣经 英文圣经都全部翻成 rest 如果简单的讲是休息 但是在圣经里头 这个休息有它特别的意义 它就是平安歇息的意思 就是平安休息 就安住才能平安休息 如果不是在住的里面 我们就没法平安休息 所以刚刚以赛亚书那一段圣经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追究的是平静安稳 那歇息是为了得力 神创造宇宙宇宙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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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我年紀比較大了以後 為了讓自己的肌力或者是體力 在落體逐漸自然的 人就會衰老 還能夠保持一定的肌力 所以我有做肌力訓練 是平凡的肌力試練 你應該運動到的地方有運動 一開始我有請教練 我就非常好奇 平常我們自己做運動的時候 比如說30分鐘運動 我都是30分鐘自己就從頭做到尾 但是我有教練的時候 教練從來不會要求我一次做50分鐘的運動 不會要求這50分鐘一直運動 因為那種方法對於你肌力的訓練 或者是你運動的效果是不好的 所以兩堂課我就體悟到 教練每一個動作都會教你做8到12次 這就是他們的經驗 太少了沒有效果太多了 然後呢每做完了以後 他都至少會讓你休息兩分鐘 都會讓你休息兩分鐘 我平常自己做的時候 我平常自己做的時候 有沒有我們自己做運動 我該怎麼做 就一直都從頭到尾 這個一直運動 就每天做這樣的運動 但他呢都是要有效果 就是每一次給你訓練的 都會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 不然拿重的 他不會一開始讓你拿得很重 但是你如果一直都很輕的很輕的 沒有效果 他都一直會讓你拿到你的幾乎是 也不是極限啦 就逐漸的 就是說讓你有感覺是沉重的 不管是深蹲 感覺是有一點酸的 有那個 不然沒有效果 但是呢不能夠超過 教練就是在控制你 今天我們如果回到神也是這樣子 神在觀察你 但是呢要怎麼樣子才會有效果 每一個動作可能只有一兩分鐘喔 即使只有這個動作比較激烈 也許三十秒鐘就完成了 他都會讓你休息兩分鐘 然後呢你就繼續有那一個力量 可以再去挑戰 比你前面更加一點點的 其實神給我們的恩典 神就是這樣子訓練我們啊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這樣子 讓我們歇息是要讓我們得利 所以以色列書 以色列書 對這一個以色列民說 平靜安穩才可以得利 讓你休息喔 休憤 那台語叫做休憤 休息或者歇息喔 其實 那個 休就是歇啦 休就是如果是真正的 就歇 不是休 就歇息 休憤 那這個睡就是 他只是 台語就是用一個形容 說欸 就是好像睡覺喔 我們睡去嘛 休憤 那為什麼休憤 就是讓你 剛剛所受到的這個刺激 或者所領受的這個壓力呢 你要有讓他疏解 然後就得到力量 可以再去迎接 我們接下來 的一波波 這就是人生 這就是神要我們過的日子 而且可以讓我們過得很好 這就是恩典 我們就是要來思考這個問題 但是 以賽亞先知說 哎呀 但是喔 神的這個美意 但是喔 你們竟然都不肯啦 這段經文喔 然後 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章到二十九節呢 就是在講這個事 昨天晚上 這段 暫時是 有大 大部分都講了 特別是提到惡的部分 我再做一些補充 我們來讀 我們來讀 再讀一段這段經文喔 十一章二十八節 凡勞苦 但中丹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羅何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惡 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 非常清楚的一段經文喔 那這段經文呢 我們過去喔 我們常常呢 都是對 都在布道會講的喔 在布道會講喔 布道會講 那是一個意思 這段經文 有這個意思喔 就是說 還沒有信 這是主對還沒有信主的人喔 憐憫的呼召 你們要到我這裡來 那到我這裡來 你們可以得到什麼 他告訴 這些還沒有信主的人 說 呼召他們說 你要到我這裡來 因為到我這裡來 你們會得到一個恩典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解釋喔 這個恩典是什麼 恩典就是安息 所以這個道理重不重要 當然重要喔 沒有信主的人 到主這裡來 會得到安息 但是這一段經文喔 不只是對還沒有信主的人喔 也對我們已經信主的人 一個很慈愛的應允 因為我們即使信主了 並沒有得到安息啦 每天都還是生活在 很不放心的 這個環境裡面喔 當然環境給我們很大的壓力 我們每天 一睜開眼睛就要面對很多事 有順利的有不順利的 有非常苦的 有病痛喔 無人可免 最後都要死喔 無人可免喔 每天都要去應付這些事情 這就是我們還在世界上的人生 無法避免 但是可以不一樣 就是安息 但是我們常常不能安息 不能安息 那不能安息有很多的後遺症 不能安息就會抱怨 不能安息就會嫉妒 不為安息就滿心苦毒 不能安息就是整天到晚在憂慮 我們是不是這樣 有時候我也會咧 我們常常這樣子 所以這一句話也在告訴我們喔 我們沒有辦法一步 我們沒有辦法一步就完全 我們是要逐漸完全 但是我們雖然不能夠完全 但是不能一直停留在原來的地方 要逐漸完全 這是主耶穌給我們的期待 那主給我們的應允是什麼 是你們可以安息的 因為這是恩典 所以29節他就在講方法 所以29節就提到說 要怎麼得安息呢 有三件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性主以後還不能得安息 一直跟我們煩惱 有的沒有的都煩惱啦 真正正的事情 還比較煩惱 煩惱到比那個事情 該有的性質更嚴重 本來沒事的都煩惱到有事 本來沒事的 本來沒事的 就一直煩惱 害怕 看不慣 感受不到主給我的愛 為什麼 沒有安息 但是主告訴我們 誒 有三件事情 就是我們即使到主裡頭來的 主是運用 我們那些沒有信主 都到我裡頭 可以得到安息喔 這個安息當然有另外的一種 就是得到平安 得到休息 離棄 原來的救人 這個就是安息 但是真正進入來 我們要得到 那個是六十分 我們進來 進到主的裡頭 我們要逐漸完全 而且日子 我們信主以後 日子要越過越好 日子要越過越好 越過越好 不是說錢越賺越多 不是主沒有答應我們這個事情 是你會感受到 從主那裡來的力量 一天比一天強 本來自己應付不了的事情 越來越可以應付 本來很容易煩惱的事情 現在 心裡講說 我靠主就好 我藉著禱告 我從讀經裡頭 主給我應允 我相信 我所信的主會給我力量 啊力量就來了 而且一天比一天好 這叫做 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 不然就是日子會 所以 越過越差 因為 壞事情 不是說壞事情 就是 不如我們 不如我們意的事情 總是一件件的出現 啊本來 那個事情是不會出現的 是我們自己讓它出現的 所以我們信主的人 日子一定要 你要感受到 我的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 這才是 這才是主 主的應允嘛 主的應允就是 到我這裡來 你們可以得到安息啊 啊主告訴我們三件事 第一個當然要到主這裡來 什麼叫 道主這裡來 就是要跟以前的脫離啊 以前我們都在二者的底下嘛 我們救人 什麼叫救人 救人就是以前 我們是 魔鬼在掌握我們的一切啦 我們是過在 這個二者的 這個世界的王 的這個陰靈底下 那現在我們不是啦 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啊 是到主這裡來的人 才有這個權利嘛 要到主這裡來 就是脫離二者 第二個 就是要 父主的惡 我們以前有沒有惡 有 等一下我說 我們以前就有惡 但是主說 欸 以前那個惡要拿掉 要改換我的惡 因為我的惡是容易的 背上我的惡以後 你就會感覺 那個膽子是清醒的 如果 你覺得說 這個惡要怎麼做 才會覺得清醒 主就給我們第三個秘訣 就學我的樣式 你如果不願意 學我就好了 這雅蘇說的不是我 雅蘇說 你如果不願意 你學我就好 然後他點出兩個重點 這兩個重點 就是不能得安息的 這個癌症 為什麼不能得安息 這個就是癌症 羅和謙卑 這樣清楚了 這段經文 講得很 很詳細 很詳細 昨天晚上 詹植寺 有提到餡 這個 五十歲以上的 大概都還知道 五十歲以下的 都沒看過 都沒看過 餡 用台語聽不出 台語在這裡放叫做蚵 不知道什麼叫做蚵 台語應該叫做蚵蚵 因為在台灣 台灣有這個蚵的 百分之九十九是蚵 其他地方不一定 在其他地方不是只有牛 有的馬 有的其他的生活也會加上蚵 但在台灣我們如果看到蚵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牛 所以正式的台語叫嘎嘎 但是呢 我們鄉下一般在講叫做蚵蚵 那就聽話蚵蚵 就很形象化了 所以我去找一張相片 這個相片是一九六二年拍的 這張相片是一九六二年齁 這張相片很有意思齁 這張相片是一九六二年齁 後面在的是什麼 電腦啦 用電腦 用電腦用牛車載電腦啦 這張相片就很有意思齁 一九六二年IVM的六五零電腦齁 要送到交通大...欸...交通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的電腦...欸那時候的電腦... 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只是電腦的一部分欸 這個只是主機啦 他還有四部分... 他還有讀卡機打卡機 然後呢還有電源箱 還有這個列表機 讓那個更大 那時候一台電腦 應該是我們一樓 房間要像我們一樓 只放一台電腦 現在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的手機 是這一台電腦的 可能一百倍強 而且那個時候 是真空管的 剛開始那個電晶體 第一代電晶體叫紫晶體 還不是電晶體 很怕熱 為什麼用油車 就是怕震動 怕震動 很脆弱 如果用一般車 拉的時候 可能五百公尺就壞掉了 如果震動 不能怕震動 阿所以呢 IBM的規格 就是說 那個 如果用一般車 時速五公里 五公里以下 那個震動度 還勉強可以接受 所以前台北市 北部地區的所有的貨運行 沒有人要接 說貨運車 在這部電腦 你開車的時候 時速控制在五公里以下 所以從基隆港 一直到新竹 聽說要走一天一夜 所以貨運行都沒有人要接 不曉得哪一個天才 就想到說 有 有五公里以下的 那叫做牛車 所以就用牛車把它載到 這是真的事情 這張圖片是IBM 公司七十五週年 慶的時候 他們紀念康裡頭看的 昨天晚上 詹子是提到 共富於二 就是像這樣 在巴勒斯坦 就是在聖地 他們 牛拉車的時候 大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二 我們看到的那個 在電腦那個台灣的是 一隻牛嘛 所以一個二嘛 這個就是兩個二 就是說比較長的二 把兩部牛多牽在一起 這叫做共富於二 好 所以父子的二是什麼意思 我再補充一下 詹子士講的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而且他親身經歷 他對大家有很好的勉勵 就是聽主的代理 造主的旨意思寫 我們原來 我們原來有二 二是什麼 二就是負重擔嘛 我們字眼上頭 五搭 它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要五搭 就是因為要拖車嘛 拖車就不是舒服的事情嘛 要脫離嘛 要再重物嘛 所以他二的第一個意思就是 負重擔 二的第二個意思就是被捆綁 就被捆綁 這個牛 如果你問他 他不願意擔 他不願意 所以把二放著 你就帶上去了 然後後面呢 就拖了這個重物 我們本來就是有二的 我們每個人 我們每個人 不管信主的不信主的 我們都有重擔嘛 我們都有擔子嘛 我們都有 我們每個人 該盡的責任 每個人要做的事情 我們要活下去 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 我們要把所有的事情弄好 就有該做的事情 這個事情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的人很重 有的人比較輕 但是有的人實際上背得很重 但是他覺得 還不錯 可以 沒有問題 有的人其實是不重 但是讓他自己把自己搞得很重 這個重擔就壓在自己身上 而主耶穌不願意我們這樣 不願意這樣 特別到他這裡來的人 他不願意我們這樣 他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以前我們的方法錯了嘛 他說 犯我的惡 犯我的惡 我們信主人 就 我們的惡 就是說 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所有 憋在我們身上的 不管是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心靈 我們所面對的事情 這些事情 要跟以前的不一樣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有主啦 我們的主是誰 我們的主就是那個 可以掌管我們生死或福的那一位 創造宇宙萬福的神 他來到世界的名字叫做耶穌啦 希伯萊斯說 我們第一個要相信有神嘛 我們要相信 我們現在在拜誰嘛 而且很重要 要相信 不只是相信說有 我 而且要相信說 我是属於你的 而且相信 他會賞賜 他的力量給我們 希伯萊斯說 要相信說 我如果依靠他的話 他會聽我的 需要給我做最好的安排 這個叫做信啦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信耶穌 我們今天說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是信耶穌 我們在真耶穌教會 歸主了 那就是要信 這個信是什麼 這個信呢就是說 我們 換了一個惡了 換了一個惡的意思 為什麼 耶穌說 我們要 我們要 還 我們的期待是什麼 我們跟牛一樣嘛 我們期待是沒有餓啦 沒有餓最好嘛 耶穌說 可以啦 你們也可以沒有餓啦 那就是今天就歸天就沒有餓了 但是我們沒有嘛 我們還 還活在這個世界 而且還活得很幸福耶 我們有我們的兒女 我們有我們的 這個弟兄姐妹 我們有主給我們的 這個一切 有辛苦 才有幸福啊 這個主就是安排給我們的 這個人生 就是說我們還有 還有該 該拖的 但是不一樣在哪裡 就這個惡已經換成主給我們的 啊 主給我們的惡是什麼 他說是 蛋子是輕的 然後呢是容易的 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要聽主的帶領 照主的旨意去做 詩篇詩篇講的說 我的神啊 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立法在我心裡 聽起來齁 聽起來好像有一點遙遠 但是我們要試著去做 喔 就會 領略到說 領略到說 欸 是真的這樣 我們在寧會之前喔 的那個 那個事工 事工 事工人員的 靈修會 感謝主 我們的靈修會喔 一兩百位弟兄姐妹來參加 一百多位 啊 那個 宗教教育的喔 可能另外 有他們的靈修會嘛 就是說 宗教教育的 如果來的話 我們會超過 我們兩三百位 我們領略了七百多位 我們 啊 事工人員靈修會喔 就一百多人 如果連教員都來的話 超過兩百人啊 這主耶穌如何恩待我們 就是 所以 這個 有幾百年 這個 一年來工作 多帶教會吃飯 只有一個老媽媽 那時候她已經六十幾歲了 叫做吉蘭米亞 會後 那一天會後有吉蘭米亞的貨代 來找我說是不是在講她 這個 應該算是她的阿祖吧 我說是 她是志工 她已經退休了 先生已經 她就到台北來 她就是 黃耀宗長老的 媽媽 即使像這種催事的工作 她把它做得很好 辛不辛苦 辛苦啊 前教會的催事只有一個人做 但是呢 只要 她 她就是歸回安息 我是主的兒女 我今天來做這一份工作 我這份工作 你如果就落體來講是辛苦的 有沒有擔子 有擔子 煮飯是時間到了就要吃飯喔 但是她盡她的力量 第一個 心甘樂意 教會給我什麼樣的資源 我能夠做的我就去做 心甘樂意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以愛主愛弟兄的心去做 所以我看她做得很快樂啊 也不會計較啊 看到弟兄姐妹 即使已經過了吃飯時間 如果是來教會工作了 她就想辦法讓人家吃飯 即使她還在動一下澡 再炒個飯或者煎個蛋 從來沒有推辭的 她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我常常把她當模範啊 就是她聽主的帶領 她造主的旨意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呢 她的擔子就清神啊 她有沒有惡 有惡 那個惡是主的惡 就是主 她按照主的意思 她主給她的資源 她盡力去做 她做不夠的 她也沒辦法 但是她盡力去做 就做得很好 我就做一個見證說 有一次我來 我過了吃飯的時間 她知道我是來做教會的工作的 就一直要我 其實大家都已經吃完飯了 全部吃光光了 她要只剩下一些 結果她去搖飯的時候 只剩下最後一碗飯 她要吃 她要吃 我到外面吃就好 她說不行不行不行 來 來教會 做工 也有 我給你吃 輕輕的 不好意思 她就輕輕的 我說你呢 她說我有我有 她說我有我有 她還有 我就真的把她的飯吃了 她去撒醉 她說有了有 但是不巧 水餃也剩下三顆 水餃剩下三顆 我們一般水餃 要吃八顆 我們年輕人 那時候年輕人都要吃十五顆 那時候要三顆 她把所有東西都給我吃 她自己就吃三顆水餃 所以我 記在心裡頭 就一輩子 為什麼 對她來講 就是她平靜安穩 主給我什麼樣的資源 主給我什麼樣的資源 我就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她來講 她可能講 感謝主 主還給我 我還有三顆水餃剩下 所以她的人生就會過得很好 然後的工作就會做得很好 我做這個見證就是 用回到 聽主的帶領 造主的旨意行 我們適合去做 我們為什麼 鬼的弟兄姐妹 我們為什麼要讀經 讀經 如果只是這樣子讀 這是一個開始 我們慢慢讀經 聽到 禱告 我們在主裡頭 就會強壯 我們所有的事情 我們為什麼安排這麼多的聚會 鬼的弟兄姐妹來聚會 我們要讀經 我們要禱告 就是讓我們 可以 有 這個 從主那個地方 來 來得到 這個力量 第二個意義就是說 把優力寫給神 今天 對我們人 最大的威脅 就是 憂慮 太過操煩 煩惱 有的不的 所以 我們要靠主 把很多優力寫給神 這個就是 惡的意思 我們要靠主 神 一些人 是 有的不的 神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就過了 這真是智慧的話 主耶穌沒有說 從此以後你們都不要工作了 反正我變餅給你們吃 沒有 主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的瘦就過了 就是說今天面對的事情是我們要去做的 但是明天那個還沒有來的事情 主就會替我們安排 你有什麼需要你跟主講 要力不要優 每天有難處要用本分去面對 但是不要為不確定的明天憂慮 真是智慧的言語啊 這樣子我們就得到安息了 所以這當中要什麼 要禱告啊 禱告不是不得已的方法 我們勉勵人禱告的時候 弟兄前面說 我 你每天都叫我祈禱 叫我祈禱 好啦 沒辦法 來祈禱 不是 這句話是錯的 沒辦法 我們來祈禱 祈禱 就是祈禱 是祈禱的 神�aco 不得已的方法 不是不得已才要祷告耶 祷告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神为我们开江河 神要看我们的心 当然我们的信要主都知道咯 但是 是要我们亲口跟主说 因为 祷告就代表我们心中有神 祷告就是代表 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祷告就代表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 神是看我们内心的啦 所以祷告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事工 不管我们造任何的事情 我们就祷告 嘴是可能留着很多的榜样 他遇到大事情 他一生当中遇到大事情 一件 除了他受死以外 他一件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施洗耶翰被杀啦 而且被砍头啦 对耶稣来讲 这是大事 那我们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 马太夫人十四章 耶稣做什么事情 他听到了以后他没有讲话 他去祷告 到野地去祷告 耶稣 耶稣行大神迹的以后 他上上去祷告 给五千人赐宝以后 一般人是讲 你看我让五千人赐宝 耶稣没有 五千人赐宝 他就上上去祷告 他把这个 在这个 那个 圣殿 清除圣殿的这些买卖的人 做了这些大神迹以后 他就出城去祷告 所以祷告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子耶稣 祂是天上的神 当祂作为人的时候 祂递我们榜样 我们就是要祷告 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忧虑 不必要的忧虑 是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读彼得前诗 第五章第七节的时候 常常都读 不是只读第七节 或者只读第八节 这第七节跟第八节 我们都常常读 但是每一次 都读第七节 就不读第八节 读第八节 就不第七节 其实呢 圣经的话 是前后文对照的 圣经彼得在警告我们说 这个魔鬼 读同火叫的事情 遍地有情 行着可吞吃的人 他前面讲什么 他前面讲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固恋你们 然后才讲这句话 他讲了你们把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固恋以后 他后面讲什么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们就是魔鬼的内中的火中的内物 但是呢 那这当中的关键 就是罗和谦卑 要能够按照主的意思来做 过我们的生活 祷告 把我们的忧虑 把我们的担子写给神的时候 就是要学神的样式 这当中就是罗和谦卑 为什么是罗和谦卑 因为罗和谦卑的相反是什么 就是刚硬骄傲 刚硬骄傲是我们的本性 是我们的本性 刚硬骄傲 刚硬就是多只有自己的立场 只有按照自己的去实现才可以 骄傲就是多自以为是 不断的盆当自我 这样就是自己的恶 就不是犯了主给我们的恶 或者遗嘱 遗嘱共和遗物 所以安息是主要给我们的恩典 是主亲口说的 我们要得到安息 就是平安歇息 在主的里面 能够得到力量 因着歇息在主委里头 从主那个地方得到力量 主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第一个到主这里来 第二个要改换主的恶 第三个要学主的样式 我们一起来领受 这个享受安息的恩典 上午我的见证到这里 我们彼此勉励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